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建设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地铁二号线建设迎来新的节点 接触网支柱开始安装 预计明年上半年实现电通 2018中国国际人工智能零售 即无人电产业博烂会开幕 下一步将有哪些新技术将改变人们的消费模式 厦门又有哪些新零售模式呢 短时强降雨今天上午袭击我市 相关部门积极做好防御工作 2018中考今天开考 今天是2018年的6月22号星期五 农历5月初九 我们来看今天下市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今天下午新华社播发成篇通讯 习近平同志推动厦门经济特区 建设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文章分为勇于先行先事 探索推动一系列开创性改革举措 扩大对外开放 积极探索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之路 科学谋划战略 高瞻远瞩 为厦门剥划永续发展蓝图 注重生态环保 杀住乱砍 烂罚 乱采风 综合治理云当湖 重视文化传承 修复八卦楼编制规划保护古浪雨 为民务实担当 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等6部分 来看下一条 今天上午 厦门地铁二号线建设又迎来了新的节点 接触往第一杆在海仓东服车辆段成功完成安装 这标志着地铁二号线供电系统进入实质性的施工阶段 预计明年上半年将实现电通 在地铁二号线海仓东服车辆段记者看到 吊车将7.5米高的接触网支柱缓缓吊起 在施工人员的迁移辅助下 接触网支柱稳稳地落在了轨道旁的基座上 随后施工人员对支柱进行了安装固定 完成了地铁二号线接触网第一杆的安装 对于地铁二号线来说的话 我们有三大重要节点 一个是动通 就是咱们地铁的隧道动通 还有一个是轨通 另外一个是电通 我们接触网第一杆 今天安装成功的话 标志着我们供电系统进入实质性的施工阶段 就是为咱们二号线全线顺利实现电通 打开第一枪 接触网系统是为地铁列车提供电能的关键设备 沿地铁钢轨线路上方架设 一般来说地面上采用的是柔性接触网 需要立杆固定 而地下隧道内采用的是钢性接触网 靠打毛栓固定 二号线正线全部为地下线 只有海舱东福车辆段是在地面上 总共需要安装261根接触网杆 据了解地铁二号线起点是海舱天竹山森林公园山脚下 终点是本岛五元湾 全长41.6公里 共设32座车站 项目自2015年7月全线开工以来 已完成15个车站主体施工 其余17个车站正进行维护土石方及主体结构施工 33个区间已完成绝近73% 本台记者报道 随着大数据 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 人们的消费购物方式也将随之不断变化 今年上午 2018 中国国际人工智能零售 即无人电产业博览会在厦门会展中心开幕 超过200家人工智能零售品牌集中两项 呈现未来消费新模式 去年 阿里巴巴在杭州推出了无人超市 一时引起了众多关注 今天 如果在展会里逛一逛 就会发现无人商店不再只是新探索 站在这个智能便利店门口 只需要手机微信扫码完成注册 就可以通过人脸识别进入便利店买东西 选择好你要的商品 放在智能柜员机上 只需要对着显示屏上比个赞的手势 确认买单就可以完成购物 我们的一个商品识别是采用一个图像视觉识别的 完成支付了 然后您站在门口 门也会自动给你开 但是当您有未支付的商品 报警器会响 门也不会开 我们的那个收音台能完全取代一个收音员的工作 然后也可能减少商家的人力成本 不仅购物 依托技术创新 未来外出就餐洗车都会变得更方便 这家餐展企业设计出一款智能取餐柜 用户在去快餐店的路上 通过网络选择菜品并完成支付 到达快餐店之后 就可以用手机一键开柜取餐食用 这款智能取餐柜已经应用在重庆 北京 上海等地的多个快餐店 因为每一个餐我们统计了以后 每天会有差不多一个餐在20分钟左右 通过我们使用我们这个终端柜以后 我们每个餐能够节约时间在10到10分钟左右 完全可以出餐 用户能够达到餐 目前来说全国的那个10大品牌 我们合作了8家 我们的厦门市场也会即将打开 再来看这个全自动洗车服务系统 只要把汽车开到洗车位置上 用手机扫码付款之后 自动洗车机器人就开始工作了 这些都是企业利用大数据 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技术 开发出来的各种应用 在这次展会18000平方米的总展览面积里 超过200家人工智能零售品牌其中亮相 参展企业涵盖了硬件生产 软件设计 品牌运营等方面 百度企业智能平台部 深蓝科技等众多行业一线品牌 携最新科技亮相 是目前国内规模少有的大型人工智能零售产业博览会 新的技术和应用不断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既给传统的零售服务行业带来巨大冲击 也推动着这些行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在厦门 各种新零售模式也已经出现 一起去看一看 位于地方创客公寓楼下的这间无人只手智能便利店 外观精致小巧 入口处 一台充满了科技感的掌纹识别器 让人眼前一亮 据负责人介绍 首次进入无人店 消费者需要绑定手机注册 扫描掌纹信息 今后只要通过掌纹识别 就能自动开启入口门 进入店内进行选购 掌纹免命支付的这么一个新的AI的人工智能的技术 这套技术的实现完之后 更会比原来的这种开门 包括原来的这种支付会更加的便捷 走进店内 15平方米的空间里摆放了上百种商品 消费者选购完成之后进入结算间 将商品摆放在结算台上 RFID射频识别技术 能够自动测算出结算金额 消费者通过掌纹支付或手机支付 便能顺利地买单离开 人工智能的运用 让无人便利店的营业时长 能够达到24小时 充分满足了消费者的及时消费需求 而对于商家来说 无人职守的模式 不仅能够节约人工成本 完善的监控体系 也保障了货品的安全 目前这间无人便利店 每天的营业额都能达到1500元左右 其实我们有设置的 至少是四个主要的摄像头 那这些摄像头可以 基本上无死角地监控到店里面 每一个角落发生的任何一个情况 新技术的出现 也推动众多传统零售超商 改变销售模式 在位于建业路的永辉生活内 记者看到 市民挑选完商品之后 直接走向自助收银机 刷条码 扫二维码 确认付款 简单几个步骤 就完成了买单程序 年轻人来说可能会比较方便点 但是就一些小部分的老年人 可能他们还是需要收银员的帮助 但是我觉得就是跟着时代走的话 我觉得还是这个比较方便点 比较好 比较快速 引用自助结算系统之后 社区店里只要两三名工作人员 就能维持店内的运转 营业额也有所提高 在火车站沃尔玛 市民杨女士和母亲 也正在用微信扫码购的方式 自助结算购物车中的商品 很快就完成了买单程序 还那个传统的队友要排很久 但这样我们就可以边逛边刷 走到门口只要刷 这个二维码就可以直接出去了 挺快的 方便又快 我这么大岁所了 我先学这玩意 挺好的 出门购物从需要带着钱包 发展到现在只需要拿着手机 再到下一步 不带手机通过人脸识别 等新技术购物 科技的发展便利了人们的生活 新零售时代的来临 也让传统零售业 重新焕发出了活力 目前我们上海 现在已经开始推广 这个人脸识别技术 通过这个自助收银系统 然后通过人脸 然后三面钟就可以 完成支付 大大提高了顾客的购物体验 然后接下来会在厦门 会在全国 逐步地去推广 新零售呢 其实大家还是从成本 降低 效率的提升 品质的提升 从这些方面来去做 其实还是通过新的资本 新的技术的助推 让传统的零售的体验更好 效率更高 成本更低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我们来关注今天上午的 短时强降雨天气 请倩倩给大家介绍一下 相关的情况 好的 一起来了解一下 今天上午 武士局部地区 遭遇短时强降雨袭击 短短一个小时 斯明区滨海街道 和下岗街道的降雨量 就超过了50毫米 针对来势汹汹的雨情 我市相关部门 积极做好防御工作 第一时间上路 排除险情疏导交通 截止今天中午12点 全市绝大部分积水点 已经基本处理完毕 上午8点到10点40分 我市平均降雨量为 19.28毫米 其中 岛内斯明区和湖里区的 降雨量分别达到 66毫米和30毫米 全市降雨量 大于50毫米的站点 共有19个 其中 一小时 两小时 三小时 最大降雨量 都出现在下岗街道 分别为 68.9 118.7 和125.1毫米 受暴雨的影响 厦门大学西门附近 出现积水 一度漫进了门口的 保安亭 和附近的几栋教学楼 除了下大西门之外 湖滨南路 脚滨路口 成功大道民族路路口 公园南路 中山公园路段等处 都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积水 针对来势汹汹的雨情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上午8点 是防汛抗旱指挥部 迅速启动防暴雨洪水 二级应急响应 要求各区各成员单位 切实把防御暴雨洪水 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特别要求 加强对岛内下大 城市学院等内落点的巡查 8点30分 斯明湖里海舱 防暴雨洪水应急响应 级别提升到一级 抢险人员携带龙溪水 等大型设备 迅速赶往斯明区 滨海街道等地 开展抢险救援 同时 市政交通部门 出动抢险人员200多人 环卫工人近1000人 安排专人职守 下穿通道 排涝蹦站 打开全市15座闸门站 清理排水口 加快排水 交警支队启动 暴雨临时应急预案 加强道路交通指挥 疏导和交通管制 我们就是临时采取了一些 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 对外围的一些路口路段 进行交通的风流和引流 对中好周边考点的一个重点保障 保障道路交通通行 参通有序 通过这个跟市政部门的一个 紧急的联动 对一些这个积水路段 我们进行紧急的这个下车道的疏通 避免出现新的这个读点 以及引换点 截至中午12点 全市绝大部分积水店 已基本处理完毕 积水逐渐消退 本台记者报道 连而来 国网厦门供电公司 全面加强电力设施 安全隐患排查 重点排查位于 Dye老地带 以及人口密集区的电力设施 确保电网安全可靠运行 市民群众人身安全不受伤害 今天上午 记者跟随国网厦门供电公司的 工作人员 来到位于湖里华美空间的 湖里二号开关站 这个配电房地处低洼地段 现场已经窃好挡水墙 准备好了防水沙包等应急物资 工作人员仔细检查了设备运转情况 并做好了相关应急预案 工作人员介绍 除低洼意涝区域的配电站房外 户外是否存在 段落地面的导线 绝缘破损或未爆炸的电力设施等 也是他们排查的重点 在湖里寨上一带的电力线路通道内 存在违章搭盖或杂物堆积的现象 由于与电力设备的安全距离不足 就有可能带来安全隐患 在雨天 其危险性将更未突出 工作人员进行了排查记录 并将发现的问题通报给有关部门 此外工作人员也提醒市民 暴雨天气暗藏危险 要避免雨天触电 就要注意不要触摸电线附近的树木 不可以靠路灯杆 信号杆 避免与含金属的物体接触 不要贸然汤积水 当室外积水侵入室内时 要及时断开电源总开关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 为期三天的中考 拉开帷幕 今年我是仍参加全省同考 三万多名初三考生参加了考试 今年参加厦门中考的初三考生 有三万零四百六十四人 比去年增加一千零二十六人 厦门共设有八十三个考点 一千零一十三个考场 考生们几乎都在本校参加考试 上午不到七点 清上中学就迎来了不少考生和家长 初三年的老师们特地在门口迎候 为考生加油鼓敬 给学生一个最开始的祝福 第一站开门红 学生这样子进来的时候 跟老师互动一下 他可能更放松一点 其开得胜嘛 其实我们还有准备那个葵花的 我们这样举的时候 等下一几多葵嘛 对 然后我们就是说 穿红色嘛 就是说 孩子们能顺顺利地 红红火火地考过这个中考 今天中考虽然遭遇暴雨天气 但记者从事朝半了解到 没有考生因此迟到耽误考试 今年中考 厦门仍实行全省同考 总分为655分加照顾分 数学英语物理三个科目 使用了难度较高的B卷 为全省唯一 不过各地的中招方案和分数构成都不相同 招生录取也在相应地势里竞争 因此厦门使用B卷并不影响录取结果 根据安排 今年的中考成绩预计在7月13号向考生公布 中考实行成绩公布后再填报志愿 录取仍采用远程网上录取方式 录取工作预计从7月25号开始 一直持续到8月中下旬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 市政协组织部分政协委员 对我市保障房建设与管理工作进行视察 委员们先后视察了 已建成的阳塘居住区 和再建的新店保障房地铁社区 了解保障房项目 在建设与管理上的进展和成效 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保障性住房建设与管理的建议 是今年市政协的重要提案 提案从深化规划研究 强化要素保障 和提高建设品质等六个方面 对进一步加强我市住房保障工作 提升保障房的建设与管理水平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围绕着这一重要提案 我是相关部门成立专办组 认真吸收提案建议 积极推进办理工作 目前已组织编制保障房专项规划 和产业园区公租房规划等 研究进一步简化工程审批流程 以及采取更加完善的建设标准和方案审查机制 进一步提升保障房建设品质 委员们对提案办理得到快速有效的落实 给予了充分肯定 并进一步提出建议 他们建议 保障房建设在规划布局上 应更好地衔接厦门产业发展的需要 重点确保软件员237 五元湾医疗园区 同详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等产业园区的建设用地供应 应根据保障性住房的工艺属性 进一步简化优化审批流程 切实缩短审批时间 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要完善国企代建管理制度 切实提高保障性住房品质 并同步推进学校 医院 道路 公交等配套设施建设 在分配制度上 对新就业的大学生 重点扶持产业的人才 以及城市公共服务领域 特殊艰苦岗位的职工应重点保障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市新闻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近日根据中宣部统一部署 国家知识产权局组织多家中央媒体 来下开展改革开放40年 即国家知识产权纲要发布10周年 知识产权竞争未来主题采访活动 上午来自人民网 中心社 光明日报 中国日报 求是小康杂志 科技日报 中国知识产权报等中央媒体的记者 走进我是知识产权局 和厦门自贸片区 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展示中心等地 详细了解了厦门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 做法和经验 近年来 我是知识产权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 截至三月底 我是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24.6件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4倍 去年 全市有效发明专利增长率 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二 今年 我是还将加快城市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积极争取国家知识产权局 批准设立厦门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实现发明专利审查授权周期 由平均26个月压缩为3至6个月 并推进知识产权总部经济集聚 在采访过程当中 是看到了这个政府 包括不同的这个资产的区方 体现了对知识产权的这种延伸性 厦门的知识产权工作 感觉做得很有特色 有很多创新 把地方的经验 典型 通过我们的媒体 通过我们的专题 消息 特写 等等 多种形式 选择好 在为期三天的采访行程中 采访组一行还先后走访了 美亚百科 天马威电子等企业 对我是知识产权工作发展状况 进行了全面的了解 本台记者报道 小岸新城将再添一座 新的海绵公园 东山水系公园 记者了解到 目前公园正在全面建设中 预计近期就可以文工验收 东山水系公园项目 位于祥安新城 祥安南路与红中大道交汇处 是集海绵功能 休闲娱乐 生态绿色为一体的 海绵城市休闲公园 在施工现场 记者看到 目前公园建设 已经完成了95%以上 整个公园结构样貌已经呈现 公园总建设面积为5万平方米 除了建设主题广场 清水平台等休闲设施外 还将对片区雨水进行收集 净化 作为园区内部氯化用水 为了让公园兼具水质净化和美观功能 他们将种植水生美人椒 唐昌蒲 芦苇 凤凰木 木棉 小叶蓉等 苗木类型将达80多种 我们将建有多个特色栏架 清水平台 清水码头 还有木栅道 这些都是可以给周边居民 带来一个休闲散步的一个地方 据介绍 东山水系公园里 有一个自然形成的池塘 是重要的蓄水空间 可收集来自公园内和周边市政道路 村庄和小区的雨水 施工单位还将在池塘内建设生态辅导 利用福岛上的植物对水体进行净化 此外 公园还将通过建设 夏豪市绿地 雨水花园等 使公园像海绵一样 吸纳净化 储存雨水 并循环利用 实现全年公园内78.1%的绿化用水 来自公园自身收集的雨水 本台记者报道 经过5天19场比赛的精彩角逐 昨晚 2018联发杯海上丝绸之路 国际篮球邀请赛 在吉美杏林体育馆落下帷幕 在昨晚的冠军争夺战中 菲律宾国立大学斗牛犬队 和澳大利亚ACBC飞龙队对决 飞龙队整体身高高于对手 球队中锋频频在对手内线肆虐 身高不如对手 斗牛犬队在速度上做文章 通过流畅的传导球和快攻与对手周旋 半场比赛下来 飞龙队47比40暂时领先对手 第三节比赛 飞龙队继续扩大分差 单节竞胜对手11分 最终以97比82战胜对手 夺得本次的邀请赛冠军 本次比赛也得到了 我是球迷的青睐 现场观众总流量近4000人次 网络观赛达平均每天5万人次 本台记者报道 根据市人设局发布的 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计口径 2017年 厦门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 含劳务派遣工 平均工资为75452元 月平均工资6288元 和2016年相比 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 年平均工资名义增长8.84% 在岗职工含劳务派遣工 平均工资同比名义增长9.01% 下个月就将进入新的社保年度 每一年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将影响到职工的社保缴费标准 感谢收看今天的下市新闻 获取更多资讯 请关注厦门广电的官方微博微信 和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再见 再见